湖北女婿过年不回家,整天赖在老张人家里打麻将,越浮越看越发愁,这个女婿如此不上进,以后怎么给自己女儿更好的生活,万般无奈之下,她偷偷翻看了女婿的钱包,却发现了一些关键证据,直接报警后,警察当天就把女婿抓走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。 但是2014年的大年初二,湖北武汉黄梅县的老张去派出所报案,说自己家的女婿是个骗子,让警察把她给抓走,过年期间的警务大厅空空荡荡。 这个老张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面,很快就引来了警察的围观,大家刚开始都以为老张家里出现矛盾了,才会让老头如此生气的来报警,没想到跟着老张来到他家里,还真的发现这个女婿有猫腻。 当众人来到老张家里的时候,他家的女婿正在楼下打麻将,看到警察的瞬间,这个男人就眼神不对劲,他盯着老张气呼呼地骂道,不就是欠你三千块钱,你至于闹到派出所吗?我现在就把钱还给你,随后这个男人就要去拿自己的钱包,但警察却先一步行动。 拿过了女婿的钱包,然后带走了这个女婿,女儿看到这种情况还百般阻拦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事情开始于2013年的时候,当时35岁的张杰在老张的催促下开始不断相亲。 他早年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在离婚后带着儿子生活,老张眼看自己年龄大了,逐渐顾不上女儿和外孙了,就想让女儿找个好归宿,在老张看来,自己的女儿还算年轻,而且工作能力很不错,要是能找个知冷知热的伴侣,自己也不用操心了。 在老张的百般催促下,张杰开始相亲,但是他年龄不小了,而且还带着儿子,虽然账相不错,但相亲几次都没有好结果,万般无奈之下,张杰在当地的婚姻介绍所登记了。 过了没多久,张杰就收到了红娘的介绍,这次的相亲对象可不一般,虽然年龄比张杰大了十几岁,但是他在当地能力不小,还是由政小额贷款办的主任,他家底丰厚,还有不少存款,张杰一听就心动了。 他见到了这个主任之后,却想扭头就走,因为对方长相太潦草了,身高一米六,还没有张杰个子高,而且年龄很大,还是个秃头。 可是张杰却忍了下来,因为刘新发表示,自己不介意张杰带儿子,甚至他说自己会把孩子当作自己亲生儿子对待,让张杰不必担心,刘新发的话打动了张杰,之前几次相亲,都因为担心他们不会善待自己的儿子,所以张杰一直没同意。 但是刘新发的这些话,却说到了张杰的心坎里。 并且在两个人在一起后,刘新发确实像他说的那样,对张杰还有他儿子很好,也是在两个人热恋期间,张杰从刘新发的钱包里,看到过一张大额存单,这一张存单上面就显示了180万的金额,这笔钱在他们的小县城,可以买好几套房子了。 在看到了刘新发的实力后,张杰对他更加死心塌地,甚至很快就谈婚论嫁了,并且在过年期间,张杰还带着刘新发来到了父亲家里,打算带着丈夫在家过年,谁知道老张在和刘新发相处几天后,就发现了不对劲。 并且将自己的这个女婿送到了派出所,老张到底发现了什么?在过年前,老张就十分激动,为了欢迎自己的这个女婿,老张非常卖力,不仅把家里打扫一心,甚至还斥巨资翻新了家里,给家里添置了不少物品。 其实刚开始看到刘新发的时候,老张很不满意,这个比自己女儿大十几岁的男人,不仅又矮又丑,还有点秃头,但是女儿说他工作很好,存款也很多,并且对自己的儿子很不错,这才让老张打消了顾虑,为了挽留这个金规婿,老张对刘新发的态度也变得和缓很多。 在女儿结婚第一年的时候,老张就想着让女婿在家里多待几天,但是老张没料到,这个女婿到了家里之后,居然就不走了,从年前开始女儿女婿就住在家里了,并且女婿没几天就和街坊邻居混熟了,天天开始在家打麻将,老张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起了疑心了,自己的这个女婿举手投足间,太不像领导干部了。 而且一般情况下,娶了新媳妇,不应该赶快回家,在新年的时候要带着媳妇去亲戚家里走一圈,但是女婿好像完全不着急,老张询问起来的时候。 刘新发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,老张无奈只能询问女婿的地址,想着去打听一下女婿的底细,刚开始刘新发打算糊弄过去,后来看老张人神情认真,刘新发还真的说出了个地址,就是这个地址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,就算老张想立刻过去探查, 在过年期间也不好出门,刘新发以为自己糊弄过去了,就没把这个事情放心上,但是老张却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借口出去溜达,然后悄悄去了刘新发说的地址,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去别人村里,老张心里也很忐忑。 但来到刘新发说的地址后,还真让老张打听出一点东西,村里的人说刘新发名声很差,甚至还说了刘新发不少坏话,这可急坏了老张,他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骗了,赶忙回到家里。 他想跟女儿揭穿刘新发的真面目,但是又没有什么证据,所以只能干着急,后来他想起来刘新发的钱包。 就趁着女婿在楼下打牌的时候,翻开了刘新发的钱包,果然在里面发现了猫腻,在刘新发的钱包里放着两张身份证,一个名字叫做刘新发,另一个叫做刘文杰,这两张身份证名字不同,但是证件照片都是同一个人,谁家好人没事带着两张身份证,感觉女婿身份有问题的老张,直接选择报警,让警察带走了自己家的女婿,那么刘新杰的身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? 老张在报警之后,警察刚开始以为是家庭纠纷,毕竟大年初二闹到警局的,一般都是一些家庭不和睦的情况。 所以他们跟着老张来到家里后,还态度轻松的询问刘新杰,这时候刘新杰一口咬定,是自己的岳父小肚鸡肠,为了三千块,居然把警察叫到了家里,老张情绪激动的说女婿是骗子,反而让女儿礼节心声不满,开始帮丈夫说好话,警察眼看事情闹大了,开始根据老张的话,翻看了。 刘新杰的公文包,果然在钱包里面发现了刘新杰的两张身份证,还有一些新的线索,在发现刘新杰有两张身份证的时候,警察就察觉不对劲了,在刘新杰的手机里面,还看到了很多追债短信。 甚至还有一段女人的录音,这段录音里面的女人叫做李红,是刘新杰之前的女朋友,警方在控制了刘新杰之后,顺着录音和短信联系到了这个女人。 李红说刘新杰是自己的男朋友,在自己这里见了二十多万,直到刘新杰被警察控制,李红都不知道刘新杰已经再次结婚了,再次深入调查后,警方发现刘新杰和李杰不算结婚,因为两个人的结婚证是假的。 当时刘新杰哄骗李杰,说自己有特殊渠道,不用去民政局就能结婚,李杰信以为真,将资料交给刘新杰后。 没几天,对方就拿回来了结婚证,李杰虽然结过一次婚,但是依旧很好骗,完全没想过自己的证件是假的,既然刘新杰骗了这么多女生,那么她的身份一定是假的,她根本不是什么邮政的领导,甚至才刚从监狱里出来不到两年,她的一切证件都是假的,她编造自己的身份后跟女生结婚。 当初李红因为不能生育而离婚,好不容易碰到了刘新发,以为自己遇到了良人,所以掏心掏肺的对待她,刘新发前后问她借钱,李红没有犹豫就给了,前后给了二十万。 直到后来,刘新发开始逐渐断联,李红才察觉不对劲,开始让刘新发还钱,这个时候的刘新发已经有了新目标,她开始和李杰相亲并结婚,没想到在过年的时候被老丈人给揭穿了真面目, 在和李杰恋爱结婚期间,刘新发先后借了她十几万,刚开始李杰也有所怀疑。 但是,在看到刘新发钱包里的大额存单后,她就打消了顾虑,后来刘新发还向老张借了好几万,说是能给老张外甥安排工作,老张看女儿完全信任对方,也就没有怀疑。 其实刘新发的文化水平不高,她骗人的技巧也很拙劣,但是前后却能够骗取七位女生的信任,从这些女生身上捞到了几十万。 刘新发利用这些女生需要人照顾的心态,扮演贴心人,然后展示自己的各种虚假证件,甚至无意间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存款,展示自己的资金实力,最后用给领导送礼为由。 开始向女生借钱,到后来甚至受害者还会主动给她钱,就靠着如此拙劣的手段,刘新发身高一米六,徒顶还不帅,却让不少女生投怀送抱,而刘新发骗来的这些钱都被她拿去赌完了。 当年刘新发其实有着不错的家庭,她和妻子经营宾馆,还有一个女儿,但随着她沉迷赌钱,不仅输掉了家产,导致妻离子散,最终因为诈骗被抓,没想到在被放出来不久后,刘新发就再次诈骗, 被老张揭穿真面目后,再次入狱,等待李新发的将是无尽的惩罚,但是对于李杰来说,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良人,居然是个骗子,这让他十分难过,即便是在幸福面前,大家也要擦亮眼睛,小心使得万年传。 张杰原本以为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伴侣,却没想到陷入了一个精心编剧的骗局,这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,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,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 不要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,同时,我们要学会辨别真伪,尤其是在涉及金钱和感情的问题上,更要慎之又慎,在生活中,我们要时刻关注家人的幸福,及时发现问题,并采取措施。 最后,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,诚信是做人的根本,诈骗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,让我们以此为鉴,珍惜眼前人,珍惜自己的生活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意识。 感谢观看